大家好,现在正是扇贝最肥的时节 小编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青岛西海岸的一个扇贝养殖专业村的码头上 小编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多买一点扇贝 因为觉得这边搞批发,价格肯定便宜 一个渔民告诉小编 他们村有五六十户是做扇贝养殖的 现在这个季节正是扇贝最肥的时候 由于今年情况特殊 他们的扇贝销售也受到了影响 甚至一度出现了滞销的情况 由于产量较大 这里的渔民主要还是靠批发 小编过来买也不好意思买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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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考虑到渔民给的价格比市场价便宜不少 最终多要了一些 小编这次来买扇贝居然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商机 小编这次来买扇贝居然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商机 每金五块到七块五 按照这里的批发价 如果你贩卖扇贝的话 每金扇贝赚两块钱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如果你用客源能保证把扇贝卖掉的话 一天卖一千斤就能赚两千块钱 算起来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小编在码头上也看到 确实有人发现了这个商机 做起了团购代购送货上门 大家想一下只要你的价格比市场上卖的低 肯定会有人买 而且你这样做还可以帮助渔民解决善贝的销售难题 可以说是在赚钱的同时 让消费者和渔民都受益 可以说是做了一件好事 如果有人想做善贝生意可以私信小编 小编可以帮助你 你把这几个小时吗 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就弄下来 体力化了也很快 现在这点和全面有什么差别 差不多 一样 一样是吧 如果有人想做善贝生意可以私信小编 小编可以帮助你联系渔民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关注评论转发